一年两天台风假 北部则是从三号早上 才开始风墙宇宙 星期五会不会继续放台风假 我们是爬带的是用 有去有钱没去就没钱 我们也是希望上班有赚钱 气象专家林德恩分析 依照山陀儿现在的行进速度 到了明天部分地区 确实还是会感受到台风威胁 从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主要的降雨会有 整个往北做移动 那会落在北部东北部 跟花年以北 那这个部分可能要特别注意到 有机会达大雨到豪雨等级的累积降雨 另外根据气象属三号 早上十点的最新预测 全台共有十一个县市 符合平班课标准 分别是风力方面 四号凌晨零点到上午六点 连江县 澎湖县两县市 平均风达七级以上 或阵风达十级以上 至于雨量部分 山区受到影响较为严重 像双北 云林嘉义 花莲台东这六县市 累积雨量达到停班课标准 至于平地跟山区都会出现较大雨量 符合停班课标准的县市 集中在南部 有台南 高雄 以及屏东 台风架还会延续到何时 根据气象粉砖说法 上一次全台齐放台风架 已经要追溯到2001年 23年前的纳利台风 至于之后的凯米台风 虽然同样带来伤害 但两天的防灾中 金门有一天是上班上课 到目前为止 纳利和山陀尔创下台湾 唯一二的台风架记录 三立新闻综合报导